Hello大家好,我是雷永宣容 今天开篇还是先来一个小故事 说一个大富豪叫理查德 这一天理查德先生难得有时间 然后在家里陪着他的小儿子一起玩 然后正在他们玩的同时 理查德先生的手机也在旁边的不远处嘟嘟嘟的 想着不停 因为理查德先生当时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跟他的儿子一起嬉戏玩耍中 所以也没听到手机响 这个时候理查德先生的太太 正在做家务的时候听到了 然后接过手机 然后手机那边是理查德先生的私人医生打来的 非常非常着急的事情 需要跟理查德先生立刻通话 然后太太也是非常紧张的 把电话交给了理查德 这个时候理查德接过电话之后 也是一副非常很不在乎的状态 然后就跟医生说什么情况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私人医生就说 说理查德先生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打扰您 说前一阵子我们给您做的 这个体检报告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您的身体好像有一些非常紧急的状态 如果是真实的话 可能您接下来的人生将要非常的不尽人意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您立刻到医院 我们再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化验 这个时候这个理查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瞬间表情就变得异常的凝重 然后也没心情跟他的这个儿子再继续玩下去了 然后立刻叫自己的这个司机开始出发 准备好这个车 然后直接就上车直奔这个医院而去 然后当他们的这个车 这个在开往这个医院的途中 要经过一片这个桃花 桃花林 当时那个时节这个桃花已经去 都已经盛开了 哎呀就看上去非常的壮观宜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 大家想一想 这个时候这个理查德先生 有没有这个兴致看到窗外的 这个桃花的这个美景 有没有被这个桃花的美景所震撼到 有没有好好的欣赏一番 这个答案肯定是没有 对吧 因为理查德先生的这个心思 都在这个医院的这个检查报告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 理查德的这个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因为他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毛病 正在他怀着沉重的心情 到了医院之后 然后经过他的私人医生 在进一步的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和化验之后 然后很快这个报告就出来了 然后医生就告诉他 哎呀理查德先生不好意思 我们是虚惊异常 原来是没有毛病啊 只不过是之前的这个影像比较模糊 让我们误以为可能是有一些大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这次拍的比较清楚 只是一些我们的一些误判而已 所以没有问题啊 您还是非常的健康 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这个理查德哎呀立刻就悬在心头的一个大石头 刷就掉在了地上 然后心情立刻又变得非常的这个爽朗起来 立刻就跟司机说快快快 我们快点回家啊 我还要陪我的这个孩子继续玩 然后正当这个司机开着车 啊这个沿途啊 经过这个桃树林的时候 哇这个理查德就让司机停下来说 哇怎么还有这么美丽的景色 我刚才怎么都没看见 我们刚才也是走的这条路吗 然后司机说 对呀我们刚才就走的 哎呀他说我刚才怎么都没看见 来来来快停车停车 啊我要摘几朵这个桃花啊 送给我的这个太太 然后啊这个我要在这个地方 这个停留片刻啊 呼吸一下这个这个新鲜空气 然后闻一下这个花香 感受一下这个状态 然后司机立刻停 把车停在旁边 他就下来车啊 就沿着这个桃花园的这个这个小路啊 哎就走了几圈 然后心情无比的舒畅 然后之后就带了一些 摘了一些这个桃花 然后又跟着司机啊 非常啊轻松愉悦的 然后就回家继续跟他的这个孩子一起玩 那通过这个故事啊 我们知道明白了一个 看到了一个什么真相 就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的这个一切啊 大家觉得我们所有一切 我们是用什么看到的 就是说看到所有一切 是这个决定是是我们的眼睛嘛 好多朋友觉得 哎呀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 其实不是啊 其实我们所有 我们每天所有 所有所有日常生活的 所有一切 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景象 并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而是所有的一切 都是取决于我们的心 于是当下我们的心的状态 是什么状态 就决定我们要看到 什么样的景象 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心来决定的 大家信不信 所以如果大家不信啊 可以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然后 有一个人 他正在吃着这个饭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是他最喜欢吃的这个东西 正在吃着 突然他的老板 来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呀 你在干什么 立刻赶到这个公司 你做了一件非常令我不满意的事情 过来之后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跟你宣布 哇 这个时候 这个正在吃着 他最喜欢吃的这个美味的这个人 当下的这个反应是什么 他还有没有这个心思 继续享受他的这个大餐 他说满脑子的 哎呀 这个老板叫我什么事情 有什么重大的消息给我宣布 这个时候 他的心会变得非常的凝重 他立刻 即使再继续吃的话 他也不会感觉这个东西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他也吃不出来了 他吃的都是索然无味的 因为这个时候 他心里开始焦急 他心里开始忐忑 开始不安 他在想 哎呀 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对吧 所以你看 即使他面对一个 他自己最喜欢吃的这个美食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不是取决于他的这个感官 而是取决于他的这个心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我之前反反复复在好多期影片中跟大家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其实修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课题 就是要修我们的心 并且我用了好多好多期的影片来跟大家说 这个修心的重要性 今天再次的跟大家强调 其实我们修心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并且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不容易 对吧 因为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 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都在起这种心呀 我们心就决定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东西的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 例如我们当下看到有一个人 对吧 刚好跟我们的这个认知的某一个方面 产生碰撞的时候 产生冲击的时候 产生我们对着我们的这个认知产生执着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心开始动了 我们就会产生烦恼了 就会不舒服了 例如看到有一些人正在做一些事情 我们之前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这个人好比说他在 哎呀 怎么跟这个上司正在说一些好听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个人就会显摆 然后看到有人 这个不顺眼 看着这个有些人看着 长得像自己曾经很讨厌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讨厌 还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个嫉妒心 例如看到这个人 就说这个人有什么本事 论说话说话不如我 论形象形象不如我 他凭什么当我的这个上司 凭什么赚的比我多 对吧 你看 这个分别性执着性就出来了 所以一切的烦恼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 也说时刻只要我们 关照我们的心 确保我们的心不被其牵引 我们的心不要被所有的 这个外界的事物 被所有的外界事物所牵动 那我们就没有烦恼了 我们看什么 就是他本有的这个状态就好了 就像之前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和尚跟这个小和尚讲经 对吧 问这个 说这个旗 旗子迎风在飘 对吧 问这个小和尚 都是这个旗在动 还是风在动 其实他什么动都没有关系 外界的一切我们都不用管他 你既然只要觉得那个东西在动 就一定是我们的心在动 对吧 说我们的心起了分别 我们觉得是这个旗在动 我们觉得是那个风在动 那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所以任何时候 一切时候 要想要 我们不起烦恼 对吧 想要进入这个 处在这种平静的状态 我们就时刻 绝照我们的 这个起心 绝照我们的心 我们不要被外界的一切的事物所牵引 我们就是处在这种平静自在的状态 那在今天影片结束之前 我再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实验 小测试 那大家可以 现在呢 先看一下自己的房间 自己正在处的这个房间 或者正在处的这个环境周围 那大家找一找自己周围蓝色的东西 大家仔细的看一看 把它们都记下来 好 大家现在开始看 就把它们通通记住 好 现在记住之后 然后大家开始闭上眼睛 大家都闭上眼睛 然后这个时候呢 想一想 刚才大家周围的这个房间也好 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好 有哪些东西是绿色的 好了 大家可以睁开眼睛 那是不是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们整个看到的好多像 刚才记忆里的像 好多都是刚才记住的蓝色的东西 对吧 绿色的因为我们没有去 注意 所以我们好多东西都忽略掉了 对吧 也就是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 我只是跟大家说 让大家去关注这些蓝色的东西 所以大家 虽然我们也是用眼睛在看 但是周围我明明有绿色的东西 然后就会被我们给忽略掉 这就是我们心 这是我们明明眼睛可以看到 但其实决定我们真正看到东西的 不是我们的眼睛 而是我们的心 我们当下的心处在什么状态 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状态 我们心里有什么 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 对吧 所以时刻让我们的心保持平静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时刻绝照 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好 修行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别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 说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便记得把这期影片 也发布式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获益 同时记得 回去看我之前的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